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现在收看我们在棚内是及时为大家掌握整个美选最新的开票 有一点焦灼而且还没有结束 今天晚上还有得瞧呢 先为您介绍的来宾包括了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美国共和党前两大体区主席Russ Feingold 大家好 以及陆委会前副主委黄杰正 大家好 贞任外交官 借问题大使 大家好 相信今天台湾朋友从白天就开始 各家电视台都在看美选的一个开票最新状况 不知道四位来宾看了一整天 我也知道四位今天上了很多通告 都在看整个变化 到了傍晚五六点之前 一堆人都觉得说OK了 就是川普了 到晚上现在九点钟我们做直播 看起来又峰回路转 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截图Fox 在晚上八点钟的一个配票 不是配票 就是开出来的一个票的一个状况 拜登238 川普213 这统计的数字呢 我们刚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 可能有一些落差 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在这几个比较认为的摇摆州 Wisconsin 还有这个Michigan 还有这宾州 这三个州 如果在六点钟之前的话 是川普领先 那如果开出来的话 川普迎面比较大 但现在最后呢 看起来通讯投票越开越多的情况之下 拜登慢慢从后面追了回来 所以It ain't over Q is over 所以还没有结束之前呢 不知道最后到底谁入主白宫 而且时辰 不一定今天晚上开得出来 因为宾州已经讲了 有一些选票 必须要两三天之后 再重新把它找回来之后再开 所以这个选举可能要两三天 才会有正式的结果 好 那总之 看到目前为止 四位来宾 你觉得最大的惊奇 会让你觉得最 看你整天之后 你有什么感觉 先用一个字 帮我们定义一下 Few啊 郭文元写的是晕啊 看你整天昏了 因为有太多意外 怎么说 尤其是宾州啦 因为宾州你如果看主流媒体的民调 那拜登从头到尾都赢4%以上 那结果现在投开票所啦 投开票所的部分500多万票开出来 川普赢11% 你都落差15%耶 对啊 然后现在还有250万没有开啦 嗯 可是现在又看到很多地方又在转转转 所以峰回路转已经晕了 你说晕就是很多民调公司基本上都晕了 因为可能接下来没有饭碗了 好 来 洛西人的是民 对 民主的民 因为虽然今天的开票结果 没有那么的顺利 那我想我用这个字 我写这个字 还是会引起很多人的批评 因为他们会说 美国是什么民主 怎么会有这种制度选一个总统 没有用普选 开票都有这么争议 总统说他要大官司等等 然后你刚讲要登两三天 再会有一个 会产生一个总统 但是我还是对美国的民主 民主有信心 没错 好 OK 有信心 王老师写的是Science 所以一个字我只好写英文 Science 因为我们 我毕业的学校 前几天发通告给所有的 住校的学生要囤积食物跟药品 哦 因为就在白宫附近 我是George Washington毕业的 啊 OK 那我们博士班 资格考 嗯 每一年都会一定固定考一题 问什么 问 Is political science a science a non-science or nonsense 政治 政治学是科学 还是非科学 还是胡说八道 然后我们都要很 我们明明知道已经考了十几年的考古题 可是每一个博士生进去考场的时候 都要讲 都要选一个回答 嗯 那这次今天我看整个开票结果 在比照 我过去看了各种不一样的民调 嗯 我开始有点怀疑 要从科学变成非科学了 OK 今天晚上跟你同样新生的 还包括我们也常来一个来宾 叫做严正生教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好想念他啊 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讲 我们要相信科学 要相信社会科学 做民调的科学方式 对 如果民调都完全没有办法采信的话 那 你说选举结果难道是看你的感觉 feeling总吗 也不对啊 他选择相信科学 对 他笑在另外一台已经表达沮丧了 是啊 沮丧 因为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堵了 就说如果拜登都输的话 对 他以后不教美国政治了 因为考虑提前退休 嗯 退休也不错 我们这样发通话比较容易 我现在是大使选的是金 对 我是有一点吃金 就是川普选得这么好 因为我 他当然这个传统的红州啊 我也都住过 我在Kansas 我在这些中西部啊 我都待了蛮久了 可是我是觉得川普这个 过去他选上 因为人家还不晓得他当总统以后 有这么多 金氏骇俗的做法 那么他过去四年 不论说话 他的作风 Now you know 都这么惊世骇俗 所以让很多美国人 尤其年轻人觉得很 很没有面子 嗯 那可是这次选举 居然有这么多隐姓选民 嗯 就平常都不好意思说 我是支持他的 那一投票就支持他了 那也就是说 我本来对美国的选民的期盼 是比较高一点的 你说素质啊 素质是高一点的 你可以相信民主吗 相信民主 你继续相信 相信民主 跟相信民主 其实是两回事 其实Russ 我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尊敬 一个表示敬意的 我觉得美国 给我过去的印象 是不太能接受 川普这样的人 做他们总统的 那我想经过了四年 尤其你看这个新冠肺炎 他前后说话 颠三倒四 而且把美国的人命 这么当一回事 不当一回事 结果美国老百姓 还这么多支持他 真的让我蛮刺惊的 那就是说如果说什么样的选民选什么样的总统的话 那真的美国就是选民让我觉得有点失望 不过那也是民主啊 对不对 好谢谢这位来宾的牌子 我今天看选举过程 今天难得主持人想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真的看了七八个小时 我要分享 我的字跟大使一样 也是金 不是云啊 但我金的成分呢 比较内容不同 我金的是 我看台湾的新闻频道 也看美国的新闻频道 我金的是 我们的报票速度 比美国的新闻台快很多啊 就是嘛 这个是让我太惊讶了 好厉害 感觉我们台湾的新闻台 在美国投开票所 都有派公读生了 第一时间回报的速度比美国还快 不是 我们台湾有些人就直接从推特啊 一些个人的部落格就直接凑过来了 我当然是知道 但是可以直接打在电视萤幕上面 这也让我蛮 一惊啊 对不对 其实不应该这样 美国新闻台 以后干脆监看台湾的新闻台报票数好了 至少 不过台湾今天如果有灌票之前 还没有灌报过 因为我们自己的选举以前新闻台 灌报过 还要修正回来 不过这一次确实在 民调又被拿出来问了 在今天傍晚6点钟之前 可能很多学者 可能很多民调公司都被认为是 你们就是又不准了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有点峰回路转 还没有最后的定案 但是我要提出一个数字 是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聊的几个特别 大家关注的摇摆州 基本上 都是拜登领先2到5% 关键的像佛州呢 也有2到3% 如果说是赢2到5% 到现在开出来这些摇摆州 被川普拿下来 而且都已经超过2、3%以上的话 来回差距是8到9% 刚才委员讲 冰州 差到15% 这个就太狠了啦 因为我也相信郭委员上次 在我们节目当中讲的 这次民调公司的样本数增加 然后对于隐姓选民 你不表态的 我们也做了加权 那为什么还差这么多 我通常发生这种状况啊 还好我不是学民调的啦 不然即将面对这个失业 失业问题 对对对 就是投票率啦 投票的热情程度啦 通常我们会这样去解释啦 然后 比如说川普最后主打兵州 就是打石化业嘛 就是石化业 那拜登要费业原油啊 会造成你们大量失业啊 那这个应该肯定是发挥了作用 那因为石化业的劳工 在冰州我看一两百万是跑不掉啦 那可能有些人恐惧啊 那你也查不到这些人 因为投票通常有两种 你是查不到的啦 比如说 眷村我们通常是抽样嘛 可是眷村这个投票密度很高啊 那就是有一群人他投票密度非常高 可是你只抽一个嘛 可是有做的加权啊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有没有 可是你加权的比例就是不清楚 比如说眷村我们台湾一定会加权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投票取向了 对 可是你不知道石化业的劳工会不会这样 你不知道嘛 就这个可能是这次的新变数 你说不光是族群呢 面对选战的议题的部分 可能以后也在加权必须要列出来的一个选项 可是这个就是最后那个 最后辩论之后才开始引申的话题啊 大概只剩下两三个礼拜 那 两三个礼拜也许这群人突然 因为川普去了好多次啊 那可能积极了他的危机感之类的啦 那也许他的 投票动力就增加了 我讲的概念就叫相对投票率啦 相对投票率 这个就是民调炒不出来的 就是 后来你民调这样做好像拜登看起来是赢4%左右 可是人家支持川普的那些人 你虽然有抽到他1啦 可是他可能是5啊 他的动力可能是5啊 所以加权的比例 过去专家可以如果有一个big data 你这个社会的意向的话 比较好去做一个他加权的比数 这是加权只有加低学历 这个可能想太犯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 民调是科学 但还有另外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我也要 这边讲一下 因为我看那个Wisconsin跟 那个宾州Michigan这个 这个生锈州 川普的妇女的支持率都非常低 那平均输拜登大概输15到20% 妇女喔 他男性的部分是赢的 那就表示男性的投票率比妇女高 是 就是妇女后来可能有些人就 没有投票 他虽然不喜欢川普 可是他没有投票 好 既然委员提到这个Rusty Bell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五大湖区附近啦 像威斯康辛密西根 这个地方本来被拜登认为是 要大赢的地方 因为像Michigan Detroit这些汽车工业 本来就失业问题严重 疫情Michigan也是严重的地方 疫情严重 失业率高 然后这个地方五大湖区 以前啊 黑 因为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住在英零 这边黑人很多 以前南方的黑人逃过来这边 只要过了湖就去加拿大了 所以这边聚集大城市很多黑人 黑人问题 种族问题 疫情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所以拜登认为这个地方 Rusty Bell Rusty就是因为就是 就是很多产业已经生锈了 以前是重工业啦 对 生锈了 这地方拜登要大赢 但是 在今天六点钟之前 不但没赢 川普一路领先 凭什么 Rust 其实拜登阵营不认为他们会大很大赢这些 Rust 所谓的Rust Bell 这些就包含 Michigan跟Wisconsin 反正他们只要赢一点点就当选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还在开票 所以最后最后结果很有可能会有反反 就是大城市 Detroit在Michigan Milwaukee在Wisconsin 甚至Philadelphia在Pennsylvania 还是会带给拜登一个胜利 大不大不是很重要 虽然金星员的时候会说我们希望答应什么的 他们可能心里知道 不可能会答应 为什么很多白染票还是会投给川普 Rust 我想问一件事 如果川普赢了 约束还没有final 他面对的疫情 失业率 种族 还能拿下这样的成绩 凭什么 英文有一句话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选举人的制度 川普当选的话 虽然你刚刚的问题都是很重要 没有实现到公共政策 选民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经济等等 但是如果按照一个合法的程序才真的当选的话 那就是选民有肯定他的表现 虽然我们会觉得奇怪 尤其我们在国外 或是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大学刚说他用这个字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我写的是民主 民主 对 是 当然尊重民主的结果 因为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嘛 白宫新竹人还在有点胶着 因为宾州已经讲了那些遗失的选票 要等他找回来之后再重新统计 礼拜五 对不对 礼拜五 所以至少宾州 一定要到礼拜五之后才会有结果 那宾州20张选举人票 最关键 很关键 所以今天晚上出来 这个趋势还不是完全的final 但是我还进广告之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就是 除了白宫之外 美国的参众议院 本来就预期民主党应该会有扩张的机会 没错 在众议院 民主党还是掌握众议院 而且Pelosi应该依旧是继续当家了 但是并没有扩张太多 其次增加数也不太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数字 在众议院的结果 现在是188的民主党 VS 181 那没有多很多 另外在参议院的部分 本来认为说这一次参议院 川普自己都认为说 可能没办法保住过半 但现在看起来 也是半斤八两 还没有开完 但是民主党也只多拿一席 到目前为止 请教一下黄老师 你认为民主党的国会 跟参议院的表现 几乎本上板块没有什么太大移动 对 所以如果还是川普拿下 新白宫主人的话 美国政坛未来四年 是跟过去四年同样的戏码 没差太多 会这样子吗 对 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加上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是 那么所以变成 复制了过去四年 变成八年都是这样子的态势 不会有什么改变 不一定八年 因为中间还有其中选举 那但是看起来最起码2020年 就会跟选前基本上一样 一模模一样样 这几率是高的 对 这个几率现在是 依照现在的数字是存在的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川普 如果要继续推动一些事情 那个甚至要保护他自己 真的参议院必须在共和党的手里 不然的话如果参议院 因为参议院长期就最起码过去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看到差不多这个比较大的综合民调 都是认为大概一半一半 就是不确定民主党会不会把参议院抢下来 那么现在开票的结果来讲 民主党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好 那个感觉上 因为还没有final 感觉上还是共和党可以控制参认 川普如果继续当总统 他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参认 那大使你观察对台湾 我们基本上对美国的国会游学工作是做得不错的 那如果现在大的板块没有做太大移动的话 基本上台湾跟美国的这块关系 未来十年也不要太担忧 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会担忧一点 因为美国不管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他们这个总个对台湾 并不是因为它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关系 而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的问题 美国基本国策今天就是要压抑大陆的这个崛起 那在压抑的过程中 台湾是很重要的 美国方面的一个工具 所以在压抑过程中 我想会增加台湾这边的 对中国大陆这种抵制 或消耗的一个能量 那这种美国这种趋势是不会变的 那这种趋势如果继续走的话 会增加台海的紧张 你担忧的不是台美之间的关系 而是台湾被消耗跟承担更多的风险 我们的风险会增高 我们等一下回来带您看 在投票之前 英美的媒体做了这次选举之后 六种可能性当中 看起来目前可以排除四种 我们待会来聊另外两种 很有可能发生已经发生 后来会怎么进行 包括了法律战 包括了川普说 这选举有诈 要停止计票 有可能出现吗 回来聊 美国大选开票之夜 一路开到了美国美东的时间 凌晨六七点 还没有正式的开完 那川普在大约两三个小时之前 他已经自行宣布当选 但是他自己的说法片面 他一直宣布他自己当选之后 他也立刻要求最高法院 OK了 我赢了 停止计票 他这个声明一出之后 马上就被拜登讲 这是太可耻了 所以票还没开完 双方已经开始开骂 那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双方人马会打起来 要打的是街头战 还是打法院里面的 司法诉讼战呢 我们来看其实在投票之前 英美媒体就预演了六个可能性 就是有大胜或险胜 或接下来评分秋色 会出现的状况 基本上看起来 大胜 这已经是没有的了 不管是川普大胜 或者是拜登大胜 这两个状况已经不存在了 显胜的部分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蛮close code 因为可能随时翻版之后 不是拜登就是川普显胜 所以比较接近像是评分秋色 这个状况媒体说 如果两个人票数太过接近 可能会花上不只是两三天 宾州开完 他说要接下来要经过法院的确认 所以可能要旷日费时 上一两个礼拜以上都有可能 例如宾州 双方强大的法律团队 可能会对于邮寄投票 选民登记 开始展开法律攻防 好 另外一个 这个也有可能 川普投票日 当天他是赢了 但是到了假日 他就输了 为什么到假日呢 就好像冰州 隔了三十天以后 做个计票 到了这个周末 结果邮寄投票一开完 拜登反败为胜 这个状况 至少在未来两三天 还没有确认总统是谁的话 会不会出现街头的动乱 不过五跟六 都必须要经过司法的诉讼 我觉得剧本真的有点照 本来的媒体的演出 因为本来剧本怎么演呢 媒体就说 如果是像进入这个投票日胜选 或评分秋色的话 川普第一时间 他会自己宣布他当选 然后他会指控对方阵营 有耍炸 因为有耍炸 所以要先暂时停止计票 我就赢了 这样子的状况 川普果然 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就说 给大家看一下CG 川普自身赢了 要求停止计票 而且说实话 我们已经赢了 必质疑拜登 想要接下来 骗美国大众 而且要走司法的途径 这一切都是骗术 都是诈术 明星都讲得很像 就是剧本这样演出 Ross你看 接下来真的会进行法律诉讼吗 那是一定的 川普他讲 我们明天就是美国的礼拜三 会马上去申请法官下令 说不能再继续 对 计票 但是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不一定他有一个依据提 像法官 不管是联邦法院 州立法院 他都会去 你相信川普的阵营 他们会去联邦法院 会去州立法院 但是他如果赢 然后他宣布赢了 开了票数又拉得比较大的话 他应该就不会做这些动作 对不对 但是目前好像是 拜登从败选往胜选的 几乎是比较高 因为在刚刚我们讲的 那些关键之后 大城市黑人票比较多 我开这些通讯投票 或找投的票单 一定是给拜登比较多 对 听说身为共和党员的你 在刚才收到川普的简讯 就像我们录影的同时 收到什么讯息 川普从几个小时前 已经开始动用 他那个E-mail的名单 就是他的 Marketing的行销的方式 不断在过去几个小时 就不断的发E-mail给我们说 我需要你的基金来帮助我们 你的什么 你的钱 他是要再募资了 他要打官司 打官司要钱 募款打官司 选钱募款 连开票当天都要募款 没错 所以 川普的原则就是不用自己的钱 对 所以打官司除了保护美国民主之外 只有律师会是大胜利给律师 因为他们会赚钱 黄老师你看到走到这一步 应该也不算太意外 我们节目当中有讨论过 因为川普早就已经准备了 各州都有他的强大的律师团队 如果开始打起官司的话 质疑选举人的登记资格 邮寄的方式 那打官司很久 那总统能够 对 刚刚永康已经讲了 如果票到目前为止开出来 他明显的胜利的话 他这些律师基本上就暂时用不到 那会在几个钟头以前开始发email 应该就是他宣布他赢了以后 开始发email 我觉得要两种解读 一个就是他本来就 就只要票数接近 他就会照剧本走 就不管情况如何 反正先来大闹天宫一次 就是全部动用法律 就是把这个战线拉长 这个是照剧本走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判断 就是说 他一定会有他自己内部的 计票的另外一个统计的方法 然后做了决定就说email出去 就是另外一种解读 所以在他自己宣布片面当选之后 这几个小时之内 像Ross收到这个募款的email 就是川普阵营自己知道 接下来应该要面对走诉讼这条路了 就他自己阵营感觉不乐观了啦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 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 是 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 那个募款 如果他后来不打官司 那钱怎么办 钱怎么办 对啊 钱退回啊 会退回吗 不会 不退回 政治路哪有退回钱 塞到自己口袋了 不过这个官司 这官司不是从接下来才要打 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打起来这些 因为我们选举过啊 官司有两种啊 一个是选举诉讼 就是你的票逐以翻盘 那逐以翻盘你认为 在计票的过程中有失误嘛 所以你希望重新验票 那另外一个是当选无效 当选无效就是说有人耍诈 有弊端啦 那反正失败方都要举证 那个举证实际上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那当然川普现在是 你一定要从地方法院先打起嘛 是 那当然川普现在比较优势 他可以打到联邦去啦 因为联邦一定接受的这样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票数啊 我们如果以CNN现在的票数为准啊 CNN现在 拜登的票数是224 CNN 那你去看 那个威斯康城10票 米歇根16票 宾州是20票 这三个州加起来46票 224加46就是270耶 那拜登刚好当选 或者Georgia 如果是没有冰州 但是有Georgia 也可以当 对 但是 还有北卡 川普有 会面临一个挑战 是什么呢 他本来说 他要打管事实 因为他要组织在投票日之后 收到的票 就是投票 就是到投票 就是投票的这个选务单位 在投票日收到了票 他说这些票应该不要寄 不要算进去 但是他突然说 他们选委会手上的票 就是在投票日前收到的票 也不能开 这有点 所以对 这是对他来说 他要解释 为什么他说法跟以前 有一点不一样 对 但是他口袋里 也有一个筹码 是什么呢 这些摇摆州 有兵州州长 民主党 Michigan 州长 民主党 Wisconsin 州长 民主党 所以他川普 过几个小时 一定会说 这些有民主党之中的 州政府 法院他们家开的 但是 当然是 他使用这个说法的话 他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Georgia Georgia还没开完 Georgia州长 公共和党 公共和党 这个我有点 这个 美国的地方选屋 是那个 州务卿在负责 有的时候 州长是民主党 州务卿可能是共和党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还是 有一点点 可以讨论的 不过就是说 川普一定会这样说 川普会这样说 可是你看他们 CNN在访问 都是访问州务卿 Secretary of State 因为州务卿跟 州长是分开选的 很多州是 州长跟州务卿不同党 但是Pennsylvania Michigan 都是联合执政 如果说是 这个要查一下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这个 选举你要去挑战它 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就变成你邮局 你有30万票 搞不见了 賓州那边 賓州搞不见了 那还有很多说 还没有寄出去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 如果要打官司的话 那个法院的那个程序 是有多快 然后在诉讼的过程中 那民众会不会鼓噪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所以系还很大 你如果是賓州人 你会不会觉得一定要鼓噪 30万张票可以不见 對啊 你当然会觉得 对手阵营当中 不管是 一定是落后那一方 直接赢的那一方搞鬼 不需要51个州闹嘛 一个州闹 这个选举就 就比较好主了 闹得很慌了 我们把现在其实已经列出了 一些不同州 一些争议 有些法院已经判出来 像德州呢 得来速投票攻防 那民主党是占了优势 后来是可以这样的 这种得来速 但是其他地方 又有一些不同州的规定 你得来速 你投票的地方 要有屋顶 要有墙壁 所以有些地方 他的得来速投的站 又被零时给缩减 那只有一两个 所以像列四这样的攻防 各有一些胜负 但是我要问的是 就是时辰上面的问题 11月3号投票 在12月14号 投出来这些票 就是那一个州的选举人团 必须要去投出 他们的总统副总统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 所有金票都是选举人 反正这一周 winner takes it all 就是他 选民票多的话 选举人团票就全部拿走 他日期在12月14号 然后接下来在1月份的时候 1月6号 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 副总统彭斯要主持 确认选举的结果 在1月6号 20号要就任 按照实际上来讲 我们讲打官司 几个礼拜 甚至上一两个月 都有的可能的情况的话 会不会出现 美国总统在1月20号 他无法救治 这个是我最好奇的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四年 总统 川普总统 他提名很多保守的法官 而且都是有公和党 是参议员 大多数党有同一权 有两帮法官同一权 都有通过 那从保守法官的思想 法律的立场来讲 他们是看法律上 每一周的法律说 你11月20几号 或你刚刚讲的12月初 他们是看法律黑白子 然后不管怎么样 你还在开票 还在计票 没关系 这是一个期限 按照你今天的通缉 我们就要分配选举人 对 这是保守法官的想法 他们不会因为 因为票很多疫情 什么机器坏掉等等 这些因素 而延期这些期限 所以保守法官会说 黑白子 按照什么什么法律 你今天要交出这个通缉 这个真的是我们 一般台湾的观众 可能还不一定那么了解 美国的做法 打棒球打到七局 下了大雨 有些比赛 可以让你延长比赛 隔日再比 有些打到七局 就直接没收比赛 如果你领先了 你就赢了 所以美国保守派的法官 会直接当时领先就赢了 所以回到20年前 Florida 他们拿大广市 拿到最高法院 我们很多人无以为 那个时候的判断 是什么样的判断 但是那个判断 最simple的 做分析 他们是说 那个法官说 期限已经过了 你不能再花时间 开票 计票 做那个票单的分析 因为期限已经过去了 对 对 所以他们法官 其实他们是从 那个角度来攀掘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川普提告 那领先的是拜登啊 这样川普才会去干嘛 现在 对啊 现在账面上还是 是啊 所以我如果说是拜登翻盘了 那才会 川普才会提告嘛 那你提告时间到了 变成拜登赢啊 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 提告的时间的timing 刚好是川普要提告 但最后计票统计出来 结果 还是川普赢了 他可以比自己收回来啊 黄老师 像这样状况的话 我 我 我们先整理一下 基本上我认为 联邦法官 最高法院 他们 美国三权分立啊 没有总统开法院这回事 虽然 我们讲保守派六个 这个自由派三个 可是那个是对一些 特殊价值的观感 他并不是党派的立场 所以 最高法院独立行使职权的 他跟最高行政首长是总统 那最高法院是立法司法 这个跟行政是三权分配 你认为巴瑞克他强推的 这一位大法官的立场 会到时候没有in favor川普吗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会 如果以他的保守见解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全世界都在看 他的 解释 法律意见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当年高尔是 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地方法院验票 然后他输了500多票嘛 然后他要在网上要求再验一次 但是就是没有计票而已 然后联邦就说时间不够 可是问题是 对高尔不利啊 因为高尔是要翻盘啊 那我现在是说 目前的事实是 是拜登超越川普 川普才会提告嘛 所以你如果时间来不及 是有利拜登欸 是倒过来的情况 大使在美国住点这么久 在不同办公室都有 当过我们的外交官 你觉得 接下来美国会不会乱 我觉得 我觉得超过 超过50% 超过 既然超过50% 就有价值跟意义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等下广尔华去聊这个 美国大选日这一天 在内华达州爆发了枪战 已经有4个人死亡 1个人受伤 是否跟选举直接有关系 目前警方没有公布进步的消息 美国枪械顾问公司说 10月份在美国的枪支销售量 增加了65% 我们之前不断的在聊 选后如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 确认总统人选的话 美国这个社会 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场合 其实在选票 选举之前 就已经发生过好几波的冲突了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四位来宾 选后你认为会乱吗 刚才介大使说超过50% 我不要问得太含糊 我就问更明确一点 因为上一次那个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一次在六月份引发的 这个全美的一些抗议潮 是有超过130个城市 出现了零星或集体的抗议跟受伤 你认为这一次选后 美国发生动乱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会超过100个城市 我拿这样就比较明确 跟六月份有个比较的量化的比较 你认为会不会有超过100个城市 发生抗议或打抢的状况 都不会这么有信心 大使你刚刚说超过50的几率高 但你又不会认为超过100个城市 帮我们解释一下他的 拿捏 我觉得现在华府 现在白宫就被群众包围的 那些已经都在喊口号了 也有一些群众之间 两派的人开始冲突 那这个会不会延续呢 要看明天开票结果 现在有两个州很近啊 现在这个米西根跟这个威斯康辛 这么近啊 那如果说是小于500票的话 那这个一定有人要recount 也有现在 因为现在这个小道消息很多 现在又这个好 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媒体那么多 到处谣言 有时候哪里 今天美国的新闻也爆了 他说有一位老兄 他的亲戚已经过世了 还是收到一张选票 是 结果他就拿着选招去投票 结果在投票现场被抓起来 那人家就说 为什么过世的人 还有一张投票通知呢 所以这个选务中间 难免有这些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 不要看小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这些东西 经过渲染以后 那个群众一聚集 那可能就会失控 但你又不认为 会蔓延到那么多地方 因为一百多个城市 一百个城市是多了一点 可是有几个 比如说现在这个 现在Oregon Oregon Portland 他就已经先 已经预期会有一些 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 然后他就已经 那还有一些 像这个大城市里面 有的他怕这些暴动 都已经在做了一些准备 那当然很多 不过 没有那么多 不过我会觉得 他会集中在几个点 如果在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上一次 也是因为这个警察暴力 也已经暴动过了 那Michigan Michigan像Detroit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 是很容易起骚动的城市 他如果在选票的话 明天非常的近 然后这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所谓的 通信投票 因为川普 已经把这个通信投票 讲的一点可信度 都没有了 他如果是输的话 他的选民就不服 所以大使典的几个点 都还是在摇摆州里面的大城市 对 机率比较高一些 那你刚刚提到的选后 可能一些网路上面的散布的谣言等等 不是今天就开始了 已经有了 好 这个是国际危机组织 国际危机组织 这些都提出了一个警告 那几个可能会引爆冲突的点 包括了 一 网路假的消息 二 仇恨延落的扩散 三 种族歧视的争议 四 武装团体的崛起 还有五 选举结果有争议 这个可能会引爆 这五件全部都发生 前面有了 网路假消息 仇恨言论 种族歧视 武装团体的崛起 这还没有看到那么明显 我们一起跟民兵组织 是非常有名的 但他 他是民兵 他不算是武装 民兵就是武装组织 好 那选举结果有这个 好那这都有了 那我们就来看 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民众要提防 所以现在全美超过600个据点 都定制了木板加强防护 这个 给大家看 这个是在第五大道 纽约 这些Microsoft 就全部都先装了这些板子 点到几个点 跟大使刚刚讲的一样 像是纽约 芝加哥 华盛顿 这些店家装木板的最多 Ross是 美国人 也是纽约人 你也是纽约人 你也是纽约人 美国 其实2016 在那时候我们就说 美国现在是一个 divided country 分裂的国家 你觉得隔了四年 这一次更分裂吗 那很明显 我觉得总统选举 就很明显 国家真的很分裂 而且是 不只是按照 当派 政党 也是一种 思想 思维上 一种分裂 从由到做 不一定是因为政党的意识 但是是一种思想 很liberal 很conservative nationalistic progressive 这些都已经分得非常非常分裂 很多人说拜登是不够做 所以很多民主党的选民没有投给他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为什么他今天的结构 或许他还是会当选 但是为什么不如有期 今天的民主党票不如有期 我觉得很多选民是看拜登跟Harris 这个打档 觉得他们已经太做了 你中间选民 当然是我们保守的选民 实际上真的太大的距离 你觉得美国的分裂 你在台湾住 也在美国纽约 你观察包括了美国的选举 跟台湾的选举 是不是越来越像 那分裂的感觉也越来越像 我觉得美国已经比较 有这种分裂的情况 比台湾 因为你看台湾 今年选举的结果 非常清楚 才总统连任成功 他拿到多少票 国民党或选任 韩国有拿多少票 所以这次台湾选民表达 非常非常清楚 不只是总统 国会也是 对不对 所以哪有这个分裂呢 OK 好 你从大学看台湾 其实没分裂 好 那郭委员你 我觉得台湾没有枪 超越 是啦 对于后续的严重程度 但你看美国的分裂 跟台湾的分裂 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是很像的 我觉得比台湾严重多了 他们的 他们的红蓝分裂 比我们的蓝绿还厉害 你看那个黑人生命很重要 那个运动 嗯 就当街打了几个城市 是 台湾不可能 搞成这个样子啦 嗯 美国就是直接诉诸 而且 几乎到最后这两个礼拜 每天都有人打架 是啊 对啦 那个是行为 但是他潜在后面 是他意识 意识形态 当然 左右 进步思想跟 会让一些保守人士害怕的 思想的那个对立 所以价值对立 因为若是刚刚讲说 拜登加Harris 已经够左了 这个我听到就蛮惊讶了 真的 因为他是共和党讲 对吧 是共和党 川普讲不管是在 因为Warren跟Sanders都没有进来 对啊 对啦 但是对我中间选民或共和党来讲 或保守选民 对 你看 拜登 Harris 他们竞选 造势活动 演讲等等 他们讲什么东西 虽然他们 你 我同意你的说法 他们没有 Bernie Sanders Elizabeth Warren 那么 那么左 但是他们讲医疗改革 或其他社会议题 学费都拥有政府补助 要有钱的人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就不是民主党 但是 其实 其实 中间选民或保守选民 其实你自己没有很 不是很有钱或什么的 你会觉得 这个打当真的太做了 美国可以预测 未来的中间选民 这块会越来越少 他就偏左偏右 越来越厉害 会不会这样子 很有可能 已经快发生了 对 我们来看这次 刚刚大致提到了 奥勒纲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请教一下 大使或是黄老师 可以帮我们补充 紧急状态在美国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川普 因为之前在六月份的时候 在他们发生那个 配人的命也是命的时候 曾经他一度考虑要用 这个 透过暴乱法 出动联邦军队 一度有这个想法 但是后来 Espert 国防部长说 不一样 他就打消念头 如果接下来 美国社会有在乱 国民兵押不住的话 有可能在美国出现 用军队来 控制局面吗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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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不会出现 那就不是美国了 如果一动用联邦 正规军 发生过 我知道 历史上发生过 但是 但是 以现在的美国 不可能 就说 就团体架式来讲 我们说个别州 如果有一些州 他的国民兵里面有 有义民兵呢 怎么办 这个你讲 第一个 国民兵的指挥官是州长 OK 他不是联邦政府 不是正规军 第二个 进入紧急状态 基本上不是 不是军管 他基本上 第一个 紧急状态的第一个重要 是授权你 动之预算 可以不受原来的法律限制 第二个就是限制部分人身自由 比如说宵警 就是你什么时候不可以出去 你说 距离那个军队开过来弄 让我们回到1960年代那种 我觉得 以现在美国的氛围 那个 基本上 再加上 我是觉得 不需要用到军队 因为美国的国民兵 军力就已经非常强了 那个火箭筒啊 什么都有了 那个装甲车都有了 所以用不到军队 而且National Guard 还去伊拉克阿富汗 他可以打 但是川普 川普他有 因为个人经济因素 他会 还是会想动用 联邦 甚至联邦政军 来处理治安的问题 而且如果 经济 跟那个经济什么关系 我说他个人的政治 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关系 对对对 那 如果不负命令的话 那就 就有总统fire掉 本来 选后就可能会被fire掉 是 没错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真的有这个必要的话 那如果 Asper Asper 不容易合作的话 那川普就 所以美国如果动乱 会扩大 就出在他的高层 如果今天就是 川普的一面之间 跟拜登的一面之间 他们各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川普现在手上还有这些 他的行政权 那问题 事实上川普 上一次他这个 就要动用这些联邦的军队的时候 美国的高阶将领都已经出来讲话 都出来反对 都出来反对 所以美国要乱 美国过去没有这种情况 可是问题 如果现在这两位 这个高龄的候选人 大家都走得比较极端的话 从上面下命令的话 那影响就非常大 如果歐的是来自于上面 至上而下的时候 好 我们来回来聊就是在 选后整个市场面 他们的反应会是如何 不过 刚刚这一段我想 做一个点题 大家做个参考 因为我们节目上一次 也特别聊到了 法国恐攻的事情 接着奥地利的恐攻 对于奥地利恐攻之后 IS马上说 这是我干的 现在看到美国 选举的状况如此 或许美国要担心 不只是自己人 他们会上街头 IS有没有可能 趁这个天下大乱 对他们来讲 形势大好也还闹点事呢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 确实需要 需要多留心一些 我们回来聊一下 在选后的市场行情 马上回来 选举结果不管如何 明天太阳依旧升起 一样要生活 这个舞照跳 马照跑 股盘照样要开 请教一下郭伟 因为有人说这个 美国股市 不管是拜登 川普当家 都会下一任总统继续 Fed 主席不会换 账印钞票纾困 所以钱一就是多 所以 谁当白宫的新主人 股市依旧会继续涨 你对于这样的说法 你赞同吗 他主要是要先确定结果啦 因为前两天已经涨1000点了 他先涨 那今天也是大涨 一般是预期如果是川普胜 那会涨的幅度会高一点 那拜登也是会有短多啦 因为就会预期刺激预算会过嘛 嗯 可是拜登因为后面要磕七月税啊 所以他是短多 然后再跌下来 那川普可能就 会涨个一个礼拜这样 涨一个礼拜 对可是坦白讲 我们就大环境讲啊 那全球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这个也只是一时兴奋而已啦 短期兴奋 对对对对 所以新竹那这样子的话 一直到礼拜 因为美股会涨 主要是如果能够消去不确定因素的话 对 那对于投资人来讲 就笃定了 不管是川普或者是拜登 他现在会怎么做 我认识一天金融界的朋友 因为我跟金融界比较熟啊 他们看到川普好像是领先啊 那都冲进去 结果台股不是一下子 一下拉了 今天下午三点多 三点多 拉了六七十点这样上来 就他们就冲进去吧 然后到晚上七点多开始担心了 因为赌盘稍微有点变化 不过美股现在纳斯达克的棋子啊 涨了四百多点 你说刚开了 刚开了美股棋子 涨了四百多点 那对选后大型来观察 愿意你今天也住欧盟啊 因为前半段时间 在疫情还没完全爆开之前 大家全球关注的就是 中美之间的贸易 关税的部分 可是关税 已经在疫情的新闻之下 我们看已经很久的时间 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进展了 你认为在新的白宫主人出来 或者是选后 观察的重点会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冒关税战 其实是损人不见的利己 你这个产品 你把中国的原产地把它排出以后 它可能会移到越南 它并不会把它的生产地移到美国 这个常常是关税就这样 所以事实上美国这个关税 事实上并没有造成美国的这个产业回流 海外投资产业回流 而另一方面 它反而增加了消费者的这个 因为你增加了关税 事实上这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因为这个贸易就是这么奇妙的 所以事实上的话 并没有回流 而且事实上美国的消费者 缴了关税 被美国的政府收到口袋里去了 所以这个并不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生产者在付这个价钱 那我认为将来 它这个贸易战还会进行 那这个进行 可能就丑非关税这个部分 的贸易的相关的 调节 它会在这边加强 那很大一方面 会让中国大陆去承诺 更多的这种 比如说环保 或者说劳动的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提高的话 事实上相对的也减低你 产品的竞争力 那所以它会加 增加中国大陆这些产品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那还会继续压迫中国大陆 继续开破国内市场 继续开破国内市场 那当然这个更高一层的话 可能贸易战已经 现在已经扩充到科技战 那么很可能会进入到金融 不晓得 那我想这个将来 都是很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贸易关税这一块 已经推到相对的一个极致的瓶颈 你认为说 暂时会稍微厚一下 但是要求你的环保 level要提高 你就付出更多的成本 也会降低你的企业的获利 那也是打击你的 有另外一块很重要 因为今年7月本来 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值 达到那个承诺的23% 是 那我们看到到10月就变成71% 所以川普非常高兴 美国农业部也出来说真是好事 所以我们要观察 是增加采购 我们要观察的是 如果 因为还没有final 如果川普真的又当第二次连任 那接下来 他会怎么样去处理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我们第二段回来 邀请另外两位来宾 加入我们的讨论 包括了美 中美 台美跟日本 整个亚太地区 对外的关系 新的主人 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 我们来继续聊